Hello 大家好 多謝大家又按進來看我的影片 新背景 我這些無家可歸的兒童 這個人生就不停搬來搬去 今天是我第一天在新屋入伙 那我就馬上拍攝機拍片 好累 明白了 不用說了 所以這幾天都是休息小 非常粗勞 當的人越養衰就越適合拍片 說真的 你們喜歡看我也是有原因的 如果天生麗質本身不用化妝 已經超美女 那你不用看了 我這些不同 before after 都超大分別 我想這就是看我的影片最大的趣味性 By the way 好多謝Laure Mercier這次贊助這條影片 我一陣化妝主會用到的產品 就是Laure Mercier 主題我也想過了 怎麼可以化到一個綠茶機身表 皮膚自然得來 好像晶瑩剔透 紋了氧氣 男人最討厭我這些 因為我的確覺得 女生化妝扮漂亮 是為自己 但是這次這條影片 為了增加一個趣味性 我都會準備了幾套outfit 給Tiresse是我平頭笨足 妝容和穿衣方面 她都會有些意見 我會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當然最主要都是因應自己個人的喜好 而且我也很久沒有在我的YouTube Channel 拍穿衣片 事不宜遲 先化一化妝 哈嘍哈嘍 師傅沒有壓你了 最近沒有化妝的樣子 真的很害怕 雖然沒有哪裏好去 但是用拍片這個藉口 讓自己假裝美 讓我開心一下也好 不如我們先打底下吧 Laure Mercier Pure Canvas Primer Hydrated 塗了保濕控油 令妝也持久一點 你知道我也好看成份的 那些好像豬油膏 很多Silicon 塗完 塞了毛孔 但又好像很滑 那些很害怕 這個primer是毛直配方 不怕塞毛孔 所以我才推介 塗完立即多一點水潤感 皮膚好一點 就真的不用化那麼多 但現在這樣 裝都裝不到 先拿一件保密出來 這個cushion 之前拍片也有介紹過 全名叫做 Flawless Lumia Radiance Perfecting Cushion 我用的色號是 Macadamia 應該是warm tone 最淺色那種 沾上粉底液後 建議在蓋背後 將海綿上的產品 印至均勻 才可以放上海綿上 哇這個厲害了 簡直就好像Photoshop 用完那個蒙糊工具 你看看我 真的好像P圖一樣 印了那個位置 立即美化了 嘩這個位置什麼事 下一條片告訴你 不過現在就可以測試一下 它的遮瑕度 易思作 一折兩停就完成了 藉暗創印 千萬不能上那麼多層 因為今次的妝容要扮天生泥質 只用這個cushion上第二層 遮黑眼圈 沒有難度 粉泡的另一邊 是有些絨毛面的 By the way 這個粉泡是超容易洗 印多一點在臉上的粒陷位 好像一些髮令紋 眼袋、淚溝、減靈 還有整塊臉 把滿了超多 我超怕用的底妝 化完勁厚粉 塗了比沒有塗 但這個cushion 它遮瑕度夠 超薄上一層已經夠用了 還有一個很自然的光澤感 塗完好像天生麗質 皮膚很漂亮 上完整塊臉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綠茶基辛表 個人認為用高障的底妝產品 是會更加貼服的 所以用了一個深色的遮瑕膏 去做陰影的部分 又是偷偷地做了手腳 今天就讓珍珍和大家介紹這個 Laure Mercier最新的生產品 Light Catcher 這個牌子的碎粉 沒理由沒用過 倒出來給大家看看 還是看不出有分別 掃上手過來看 這個碎粉和原本版本一樣 可以控油定妝 據說這個是他們手創的感光配方 它可以自動捕捉最正的光源 你看到不同光線底下 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聽我說得那麼厲害 是不是很想看我塗上什麼樣子呢 我就要調理你 現在塗了舊版給大家看 Laure Mercier的碎粉 出名很幼細 定妝後非常持久 臉也不會黏黏黏 戴口罩就很舒服 但因為這個透明色 上面不會有什麼特別效果 塗完妝感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但我自己喜歡用它來做一些blending 放在下眼線定妝 還可以防止眼妝溶 接著就要試新出的Light Catcher碎粉 它真的很細緻 一上面是擦了毛孔 分量不用多 很輕手地掃 它就好像幫你臉打了燈 自己會吸光 效果有點像下了filter 好像天生已經很透亮 發光 臉馬上3D了 很神奇的就是 我在手上塗了 明明很閃 但在臉上又很自然 接著這盒就非常厲害了 是真真才可以跟大家preview 因為尊貴還未有得買的 它是來著Holiday Face Palette 裏面非常實用 有兩架highlight 和三架胭脂 質感超幼細 出來效果很溫柔 神經病 我超喜歡用胭脂做眼影 掃出來很油 眼睛粉粉紅紅 有一種很溫柔 說不出的氣質 尤其當你很累的時候 眼皮真的會發黃 胭脂可以很有效 帶走一陣黃氣 把胭脂混了少許深啡色眼影 加深的 畢竟我們今天要冷自然 又不能太重手 再用Face Palette裏面的highlighter 畫個小岳蠶 可以放大眼睛 然後用粉紅色加上陰影 雖然沒有調好 眼睛又光又溫柔 但化完妝 總算畫了一種水汪汪的感覺 你們認不認同呢 不知道 回來就已經畫好眼線 再回來已經塗上Mascara 暗地裡醉了很多手腳 但看出來都很自然 畫在歐山亂入 你都未出場 你不用太心急 畢竟這個妝碟用來騙人 你這麼快進來 識破我的秘技 先出去吧 超輕手術的胭脂 因為換衣服再配 另外這四款的lip gloss 都是只有我 才有給你們看 四種顏色都很漂亮 裡面的閃粉很大顆 但塗上嘴有一種玻璃的感覺 超美這個 化妝完成了 非常簡單 皮膚看起來很有質感 好像會吐氣 加上這個胭脂做了眼影 整件事很和諧融合 你們不妨都可以試一下 忘記了一個before after 不要緊 我知道我化妝真的很自然 但分別真的很大 都說是綠茶心機表 謝謝Laura Mercier 給我跟大家分享一個這麼棒的產品 謝謝 我覺得這個夾挺漂亮 最近買的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小時候覺得這樣夾頭髮 好像去街市買菜 但現在真的很流行 很多女生都是這樣夾 頭髮夾起來了 看到肩頸位 有些髮髮 也有些少許機心的表現 有時候我多數都會自己剪一剪這兩條東西 OK 終於可以換衣服給大家看了 不過我用相機有點難拍 可能我要換一換機 好我們有請歐山出場 不過要等我講完才到她說 我比較少穿紫色衣服 不過覺得這隻紫色 就什麼膚色都可以配搭 買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一套了 所以不需要用腦 就這樣打個底子 就可以出街了 另外這個袋 我最近超喜歡 放到很多東西 有意襯 而且這件衣服有點over size 可以遮肥 這條褲的長度剛剛好 不會太短 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的褲也越穿越長 好 到你 這個挺可愛的 紫色 若隱若現這樣 這些人有點小心 就是那些小心機的那些 那over size 我覺得挺好的 不過裡面那件呢 就有點低胸了一些 如果可以高一點 那就完美了 白色T-shirt都不錯 很明顯我最近都大膽 嘗試穿一些不同的顏色 對於我來說 這件衣服是很修飾到我的身材 因為我肚子很多肉 腰部位就有很多布 可以掩飾到我的肚腩 另外裙的長度呢 都可以顯得我的腳很修長 加上我又穿了高跟鞋 我自己穿的感覺 都覺得挺有女人味 其實我平時已經很少這樣穿了 除了去Event 或者怎樣 無端竟然穿條裙子去逛街嗎 這個好像 時代穿布包著自己 只是低胸都減了30分 還有太容易走光 一鬆一點點 很低身 然後就會 嗯 走光了出來 不行不行 不過穿高跟鞋呢 你又很容易腳痛 就不要穿那麼多了 Lore Mercier Light Catcher 不單止可以在臉上營造到皮膚很好的效果 穿這些裙子都是隆重折逸 其實在胸口位做一個打亮 它會幫你捕捉不同的光線 在你動的時候就會折射一些很Illuminating的效果 另外上第二層呢 集中在拳骨位 它可以當成一個highlighter 令你的輪廓更加突出 這套衣服可以說是很2021年珍珍的風格 日常出外呢 我經常都會這樣穿 Neutral Tone是我最喜歡的color palette 我就會把銅色系的東西全部放在一起 銅色的衣服 啡色手袋 啡色眼鏡 還有我這對common project 也是我經常會穿的 非常容易搭 可愛 為什麼穿了 一來很casual 你只能接受你casual 這一套如果我和你出外呢 就沒有什麼人看著你 剛剛那些綠色紫色 一出外的時候 人們會看著你很容易 不然我站在你旁邊很辛苦 你知道嗎 每個男人都看著你的時候 我可以做什麼呢 不過穿這類型色通的衣服 有一件事要注意 它會令你的樣子沒什麼血色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加多些胭脂 我會用palette裡面 最淺的粉紅色 做一個提亮紅粉飛飛的效果 這套衣服對我來說 有點潮痛的感覺 不過我久不久都會這樣穿 尤其是我很喜歡這雙波鞋 不過它有個閉處就是 你吃飽了的肚腩會超級明顯 幸好我這條也算軟熟 不過我最近也不太敢穿背心 Urban Outfitters BDG這個牌子 有很多這類型的闊腳牛仔褲 襯球鞋也很好看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個outfit我覺得很歐美風 你問我就像那些 那些荷里活明星 那些模特兒被人偷拍 然後就走路 穿著大褲 我覺得可以加一件衣服 為什麼要加一件衣服 為什麼要加一件衣服 因為一來有點低胸 有些衣服 但不是穿著 而是有綁著的 其實都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都是這麼漂亮 好了這次的影片差不多了 很感謝大家這次收看 如果大家對我的新屋有興趣的話 真的 我不知道 現在人越來越大 我真的好像 我還不出那種 城屋來拍一個tour 意思說 其實我也是很享受拍片 亦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part of me 我也想留一點私隱給自己 這個就是隨著年紀增長的煩惱 Anyway 我有些想做一個closet tour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想 尤其是如果我們都差不多年紀 你會很明白我說什麼 對 人大了也會有點修煉 如果可以的話 不妨給我一點動力 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 也可以comment在下面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 Bye Bye